虽然108课纲的课本内容减少 但以后还是得学 等于教育部要我们同时做好考试 跟学习历程两个比重一样的事情 难道觉得现在的小孩 都是时间管理大师吗 每天啪哒啪哒的不停打字 我都觉得我的人生变成人生了 然后他的第二个人生的生 是畜生的生 你给我记者 好哦 我给你记者 第一线采访观察 补藏丝大公开 报道写不完的故事 我们说给你听 大家好 我是欧编 下礼拜的7月11号12号 是第一届的大学分科测验 那也是第一届 适用108课纲的学生们的最后一关 大家应该过完这关就松口气了吧 联合报新媒体中心 连续三年对国高中进行民调 全台966所国高中的调查结果 我们发现了一个现象 国高中认为遇到的课纲困难 为什么比2020年是不减反增的呢 这也是我看完这个专题的疑问 那身为克刚白老鼠的学生们呢 还亲笔写下了10万字 对克刚的感想向我们申诉哦 尤其是控诉学习历程档案 让他们处境更困难了 数字是会说话的 那我们来听听看这些民调数字告诉了我们什么 欢迎执行专题的两位记者 新媒体的洪欣慈跟尤浩云 哈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新媒体中心的欣慈 哈喽我是新媒体中心的浩云 联合报的新媒体中心连续三年都对全体国高中进行民调 今年回收的问卷啊 比之前都还要踊跃哦 整体而言 超过七成的国高中是对新克刚有信心的 但我们也发现这三年来的民调趋势 国高中对克刚顺利推动没信心的学校数量也是增加的哦 国中从104所增加到157所增加了50所 那高中端则是从31所增加到67所 想象中应该是2020年因为大家刚上路108课刚应该会不知道怎么做 会比较没有信心啊 可是为什么反而执行了三年没信心的学校却增加了呢 我觉得这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是 就是这个问题三年下来都没有任何的改善 没有改善这件事情会让现场执行的教师觉得很心寒 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人力的师资人力的问题 我记得我采访到还蛮深刻的是 很多老师真的跟我们说 现在在跟教育部要求援额或者是要求人力 对他们来说很像一种狗废火车 就是他们讲了很多次 因为这件事情其实他们从信课刚上路之前就在讲了 讲了讲了每一年都讲 然后讲了三年 却没有看到任何的实际上的政策上的援助 最重要的是师资不足 才导致课刚实施比较困难 对就是人不够这件事情是一个很根本的问题 因为新课刚的课程变得比较多元 课程量开课量也增加了 那老师却没有跟着一起增加 这就很像一个一间公司 他就是一直用加班费来给老公 然后老公一直跟老板说 老板我工作太多了 我人不够你会帮我补人 或者是你可不可以减少我的工作量 但老板都说你再撑一下你再撑一下 我给你加班费我给你加班费 然后可是这个事情你可能做一年好了 我忍 做第二年 就是靠着意志力撑下去 对做第二年你就会觉得有完没完 做第三年就觉得 那算了那还是我也 那我也摆烂好了 反正人也不会补进来 然后我就用最轻松的方式来做 其实我觉得说穿了很多时候就是累了 对 因为问题没有办法解决 教师就会变成说 反正就是你该给的资源 该给的配套都没有 那我要怎么对这个理念很好的 这种教改有信心 对这是我觉得一个还蛮严重的问题 对啊 然后另外一个其实我觉得还有很大问题 就是考试制度跟教生升学制度 到底有没有办法跟课纲的课程 做很好的衔接这件事情 也会影响到教学现场的信心 那现在的多元课程帮助他们升学 有多大的加分作用吗 就是他们学会了各种 也许是一般课堂以外的其他能力的话 对他们升学是有加分的吗 其实应该是要有 因为在个人申请 大学升学分层 个人申请跟考试分发 那个人申请的比例本来就一直在提高 那个人申请本来就强调说 他不是只看考试成绩 他会有第二阶段的面试比试 然后会看现在新的那个学习历程档案 看学生三年累积下来的一些成果 跟课场学习的成绩这样子 所以理论上他其实这些课程的一些累积 都应该会反映在学生的 这三年的学习成果上 对然后也会在个人申请会被重视 对但是今年是第一年 大学开始看学习历程档案 那其实这三年在执行过程中 老师跟学生其实都不太确定 大学到底会多重视这东西 跟怎么看这个东西 所以都还是会抱持着有点观望 跟存疑的心情 不知道怎么准备 对然后压力其实会越来越大 因为除了要准备考试 就是学测考试本身 他还要去准备这些东西 对所以后面 之后有会讲到说 学生的学习历程档案 压力真的很大 就是学生写的那十万字里面 大概有八万字 很多在讲学习历程档案 对 但是其实我们也听到一些 老师也有回馈说 有些老师真的有在尝试一些 不一样的教法 跟以前就是老师讲学生听 这种教法不一样的上课方式 那他们也真的看到 学生在能力上的成长 跟学习热情上的改变 是有比较高的吗 对是有比较高的 就学生他有累积出很多 他不会国文课 这堂课学到的东西 只能用在国文课 他学到的那些能力 例如说融会贯通 统整的能力 它是可以运用在所有课堂上的 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因素是 老师愿不愿意相信 动起来这件事情可以产生改变 老师愿不愿意自己先动起来 因为信心这件事情的累积 必须要来自于看到成果 那如果你要先动起来 你看到学生改变了 他才会有产生信心 那如果你都一直观望 或者是不愿意相信的话 那其实你也很难真的产生 看到改变那种信心 可是前面都提到老师都累了 他们快要动不起来了 所以就是一个很可循环 对一个恶性循环的问题 好可怜喔 对 那我讲一下那个师资的部分 我举个例子 这次民调结果下来之后 高中跟国中的信心都降低嘛 然后刚刚讲到师资不足的部分 其实这次有听到蛮多老师 分享他们现在的教学情况 就是他们整个结束 其实是很夸张的 就是我们以前那个年代的话是 作为学生是一周要上40节的课嘛 但是他们现在呢 我去访问的几位高中老师 他们一周要上24到27节课 基本终点应该是16节 但是他们超终点了8节 甚至有可能超终点快1.5倍这样 那以前的老师是大概都上多少 就是基本终点大概就16 所以就是大概就上到16 对 全宗教一个教师团体 他们有发布民调 然后那时候就有超过九成的 高中教师回填 就是他们现在都是超终点的状况 大家可能会以为说 一周上24到27节好像还好 对啊 那个工时好像还是比劳工少 对 但是其实除了上课以外 其实老师还要做备课 跟改考卷复习等等的 就是老师是要针对每个学生 还有108课纲 很多课程都是新的 所以其实在备课的时间上 其实等等都会廉长 那其实就听到蛮多老师反应 他们觉得 上层或者是教育部 他们会觉得如果你不给人力就算了 那你起码终点费要提高 像这个备课问题 以英文老师来说好了 我就有采访到一个英文老师 他因为他还有要负责 多元选修课是跟文创产业有关的 那已经不是他 英文老师需要负责文创产业 因为就他们学校的一个重点的多元选修课程 然后他变成说他就跟其他老师一起备课 去准备这个原本不是他熟悉领域的课程 那这个备课时间其实对他来说花很多 然后他还要批改学生作文 然后准备很多课程资料跟补充学习单什么的 英文老师要怎么知道文创产业在干什么 他一开始就是一直教书教书教书 他也许根本都不一定知道外界的产业状况 他怎么有办法教文创产业 所以现在其实课纲实施下 很多老师也都会自己去外面上课 或者是真能 所以老师也要花很多时间去外面学新的东西 变成说要开的课程的复杂度 比以前他们只需要开自己学科领域的课程复杂很多 108课纲的诉求是希望学生能够多元发展 所以老师要教的东西变得很多 老师的缘额就这么多的话 他们要怎么去开各式各样的课程呢 刚听到了英文老师去开了文创课程 那其他的老师都个别去发展了什么 其他的遗迹职场吗 为了备课 刚刚新词讲的那个应该是他针对学校的规划 去学这方面的技能 那我这边采访到的比较多 像是老师可能他是从他自己的兴趣去发展 去规划他一个多元选秀的课程 那我访到的这个国文老师 他的兴趣是喝咖啡泡咖啡 所以他的多元选秀就开了咖啡课 他自己决定说那不然我来开一门咖啡课吧 那虽然蛮多学生就是都很喜欢这场课 因为就是轻松嘛 但是因为我就去问他 就说那你自己喜欢这个课嘛 他就会蛮怀疑的 他就觉得为什么我要 为什么我要开这个课 那不是他自己决定要开的 他又怀疑自己 但是因为他就是想不到其他更好的课 他就是可能 就是他算是咖啡课 可是他可能就要花很多时间 花很多自己下半时间去了解说 每个国家咖啡都有起源 然后去找地理老师共同备课 他要燃烧自己的时间啦 就是下课后的时间 去找其他老师跨领域备课 因为其实也有老师反映 跨领域备课这件事情 为什么在国中很难执行 是因为一节课的终点费 就是给一个老师 所以基本上跨领域这件事情就是 一定有一个老师 他是没有领到钱的 他们不能分吗 私下再给对方两百这样 其实应该是可以 可是基本上我问到的都会说 那这样子为什么我要做 就是没有动力啊 因为你就是给一个老师 而且才四百块 那我还要多花时间跟你一起备课 那你的课程成效等等的 我可能也要负责 跨领域的意思是说 不同科目的老师 要一起共同开课 例如说浩云是英文老师 然后我是数学老师 我们今天要合开一门 数学中的英文之类的 好难喔 很烂的举例 就是例如说我们两个要合开一门 同时有用到数学的东西 也同时有用到英文的东西的课程 那我们就会一起跨领域备课 可是我们可能就各拿个半型 在一起备课课的概念 但为什么 明明就是花了两个老师的时间 但学校或教育部并没有发现 他的终点费只给一个人很奇怪吗 还是他就是要省钱啊 我觉得这就是所有教育团体 教师团体跟媒体都在问的地方 让我们来call out教育部 对啊 教育部没有领到经费吗 他想要推这件事情 其实教育部在我们做完这个专题推出之后 他当天有发了一份回应声明 但是显然这份回应 就他有回应说他们这几年 有做哪一些准备跟提供老师哪一些资源 不过显然这个声明对于教师团体来说 其实是非常不满意 跟教师团体也不太买单的 因为隔天跟大后天 两个教师团体接连发了一个声明 有点是怒骂跟痛响 他发了什么声明啊 有一个团体直接叫教育部不要再讲空话 然后就是不要再拿空话来敷衍老师 然后他们提出具体这四个建议 就包括我们刚刚讲的重点费提高啊 然后补足教师人力这些的 然后隔天另外一个骂了更凶 他直接骂教育部天不支持 就是用一些就是用这些 就是话术来敷衍老师啦 其实大家都会觉得教育部这个声明 是有带点敷衍性质 没有真正回应到现场的需求 政府常常说空话也不是很意外啦 就不好说 我想帮教师团体说个话 因为我其实有在就是专题刊登之后 我其实有去社群上看 其实有蛮多民众会觉得 为什么你们要一直喊你们缺人缺人 就是到底多缺 我就有针对这个 有再去做了一点研究 然后也有多问几个老师 其实教育部他们的给的师资源额 包括他们的新闻稿回应 他们给的人给的源额 其实都不是因应新克刚 而新增的人额 那他们给的源额是 他们给的源额只是之前冻结 因为少子化 被冻结的 本来该补但没补 现在给你了的 对对对 是原本的缺口 他把原本的缺口补足了 但是伊里玛克刚上路的时候 应该要有一个符合 伊里玛克刚的师资 因为按照课纲的规定 是多元选修课 在高中的课数 是要按照你学校的结束的 1.2到1.5倍 班级数 班级数 对对对 班级数的1.2到1.5倍 就是例如说我们全校有30班 他的多元选修课 就应该要他是 他的班级数的1.2到1.5倍 那他是不是该请了老师 就应该也要符合 1.2到1.5倍 这样子的人力规划 多一点艺能科 还是什么的老师 也不见得 就是按照那个学校缺额去补 对啊 因为我们现在流浪教师 不是还是蛮多的吗 但就没有要开这个缺 学校会变成用代课跟代理老师 一直来补 多元的课程 这些缺口 对 然后浩云讲到一些开课的问题 就是例如说开了咖啡课 也必须要去思考说 这样子的课程 因为它其实是学校 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 应勤老师生出来的课程 应是假装看起来很多元 对应是勤老师生出来的课程 但是这些课程 有没有思考说 它到底要给学生 什么样子的东西 因为就算是多元选修课 虽然说是希望他们在学科之外 能够探索跟发掘一些 自己的兴趣 然后学到一些多元的能力 可是它也应该还是 每一行课都还是要有一个 教育目标 因为确实有很多学生 在填写那个问卷 回复我们的时候 他们也看到他们学校 或者是听说他们朋友的学校 开了很多他们不知道 意义何在的课程 对然后就会觉得这些课程 其实对他们来说 他们直接写出 就是刮羊头卖狗肉 觉得只是因为教育部 要求要开这些课 然后他们学校 就应声出了这些课 可是学生其实 不知道学校 开这些课的目的是什么 然后还压缩到 他们可能本来的学科结束 那之前咖啡课 它本来想要给大家的 学习目标是什么 更了解咖啡 其实咖啡课 我自己听完 我觉得那是一场 蛮有趣的课 因为他有找第一老师一起共备 那个郭文老师 他也确实有花蛮多心思 去了解全世界的咖啡 豆的起源 产地等等的 我觉得那堂课 如果学生真的有 真的有认真听的话 应该还是会有一些 至少是你在课本以外 你学到的东西 像我之前采访到一个 明星高中的校长 他就讲他们的 多元学校课 是从高一高二高三 分层次去学 他高一就是做生涯探索 就是多元的尝试 那其实咖啡 这个也算是一个领域 高一吗 对 就是他就开在高一 那可能到高二之后 多元学校课 他可能就会结合一点 学科知识的内容 让这个东西变得 至少有点符合学校 或者是整个大考的 一些方向去走 然后到高三之后 就是 对 就是拼学测这样 所以基本上多元学校 他还是要看 整个学校的课程架构下 他的定位是什么 对 那这个可能就不是 教育部能够真的 去规范到我的地方 那但只是说 如果学校他没有规划好的话 学生就很容易很茫然 就会觉得 为什么我要做 然后浪费我的学习时间 对 那就是我可以再补充一个是 就是因为我们有在网络上 发放问卷给学生 就是高中生的部分 那其实有收到蛮多回馈 是讲说 因为我们这次的问卷 是108课刚整体的看法 就是有分成选修课 然后学习历程答案等等的 各个比较大的变革 那其实多元选修 跟探究与实作 这一块课程的变革 是最多正向回馈的地方 其实蛮多学生 是喜欢这个变革 他们喜欢生涯探索 他们喜欢一些 比较轻松的课程 可以让他们 至少可以脱离 平常一些很重的 科业压力这样 多元选修等等 其实他们 大部分应该还是喜欢的啦 对大部分是喜欢的啦 但是就是变成说 学校要很 你要很明确让学生知道说 你开这堂课的目的是什么 就你学校有没有在落实 还是你只是一个敷衍 我觉得学生眼睛都还蛮学亮 因为毕竟他们自己 是在上这些课程的人 多元的课程增加了 一般的学科考科的时数 就会减少啊 那如果真的教不完 或是学生学习上 不一定都这么聪慧 立马都学会的话 考试升学会有影响的话 怎么办啊 对确实会有被影响 因为像有采访 有采访到的老师就会说 因为学生自己 真的都会担心说 学科的时数缩减 然后课程教不完 他们觉得学不够 那现在高中的课程规划里面 还有一个是自主学习的时间 本来那个时间 其实是希望学生提出 他们自己的自主学习计划 但是因为很多学校都碰到 课程教不完的问题 所以很多学校都把那个时间 拿来开设 所谓的补强性课程 教不完的什么 赶快来教 说实在说直接一点 就是把教不完的课程 塞回这个补强性的课程里面 这样感觉就很像 以前的自修课 想说啊什么不行 就赶快来这样 很多学校也确实说 那是学生自己提出来 想要学的 因为真的 教不完老师焦虑 学生也焦虑 那浩宇好像还有采访到 老师直接教学生去补习 哦是哦 可是108课 刚不是就是也不鼓励补习吗 补习班数量 基本上是年年增加 这是确定的 但是 我采访到那位老师 他会那样讲的原因 其实就跟 他觉得学生的 学生的学历 并没有比以前来的高有关 学历是指学习能力吗 对 那其实这个我觉得是 可以再讨论的原因 是因为学历 他的判断标准 这其实是蛮主观的一件事 是老师的观察 他们有一个非常客观的说 是一个全国的一个 学历总普查 然后看到的一个结果 就他们有一个客观数字 那我可以讲一下 他为什么会说 想要叫学生去补习 他是自然科老师 那自然科 自然领域是整个课纲减少的 必修学分减少最多的 所以其实这些自然科老师 他们最担心的就是教不完 然后我基本上采访到的 其实不分国中 或高中 我采访到的老师 很多都会讲说 108课纲 因为他很重视 学生的自主学习嘛 那其实他是让前段的学生 可以走得更快 然后中后段的学生 会落后的 他们不知道怎么走 对 他们基本上有可能 连兴趣跟未来这项 都还不确定的情况下 你就要他自主学习 就是对老师 跟对学生来说 都是天放夜谈 然后加上 我再回应一下 刚刚欣慈讲到的 就是自主学习计划 会变成补偿性课程 这部分是 自主学习计划 他其实是在高中的 弹性学习时间 这个课程里面 那其实他可以做很多事 他可以做补偿 他可以做选手培训 他有四种课程规划 然后补偿性是其中一个 那基本上他的初衷 是希望学生 可以自己选要哪一个 那现在的状况 其实又回归到 因为师资就是不够 所以基本上 学校的规划就是 我绑死了 我把谈性学习时间 绑死在补偿性 然后也是你们学生的 你们学生的要求嘛 这样就不谈性啦 但是基本上很多学校 现在就只能做 这样的选择 因为他们没有师资人力嘛 然后学生也有这样的需求 所以会变成一个死结 那如果前段班的学生 他们有办法自主学习 补偿是给后段班的学生的话 他们还是绑在一起上课嘛 还是想要自主学习的 他可以自己去找别的事做 那补偿的就是 给需要补偿的人来做 如果是这样的话 就是最好的一个方向 等于是跑班嘛 但是有些学校的状况 就是他没有办法做跑班 他就是一个班 只能做自主学习 全部人自主学习 或者是整个班 那个年级 那个年级 他就是只能做补偿性 或是那个年级 只能做自主学习计划 我是有听过是 他虽然可以做自主学习计划 可是也有学生会在问卷里面 或者我自己参访到 也有学生会讲说 其实这些课程 或是自主学习的课程 就是老师只是在上面 认真想做自主学习的 他可能就会上去跟老师互动 跟老师讨论他的主题 但是很多学生 基本上就是在下面滑手机 就是如果没有信息的学生 你要他做这件事情 其实就是困难的 对这也是 听到蛮多学生的回馈 就是对于弹性学习时间 他们会有点迷茫啦 我想补充一下刚刚讲的 就是很多老师觉得 教不完的这个事情 因为其实 课纲的时数确实是缩减的 那教不完这件事情 当初会这样缩减时数 其实是希望老师 在教法上要有一些改变 对他 因为我们以前可能教 就是每课都主课的讲 很详细 国文课本就是念念 第一课讲到第十二课这样子 课文啊 对对对 可是108课刚希望的是 他每一堂课程里面 你应该要有教给学生的 核心能力跟核心的 你想要这堂课要教的东西 是什么 那这个东西 如果你教给学生以后 他不需要真的是逐课的念 或者是逐课的教 那像以前 比如说我们英文 就是要背单字啊 国文 可能文言文 或是有一些字词 你就是要了解他的意思啊 这些东西都还是要 老师教 还是学生就要自己去学呢 其实看老师怎么教法 因为如果说 老师期待的交往 还是真的是 我每一个字词都要教到的话 那有可能 他在实书内真的会教不完 可是如果老师教的是 学生怎么去学习这些字词 那用几个举例的方式来教的话 那他可能不用 每一个字词都讲到 那只要把这个方法 交给学生之后 学生就可以自己去学 这些所有的字词 可是这当然也会有 浩云刚刚讲到的 是不是只有前段学生 比较容易具有这样子的能力 那中后段学生是 真的是比较需要 老师花比较多心力去 去教学跟讲解的 那所以这次民调里面 也看到很多 讲到落差扩大这件事情 那落差扩大其实就是体现在 如果真的在这样的教法下 中后段学生没有 比较没有被关注到的话 那他确实 落差跟程度是会被拉大的 我们民调也有发现啊 国中担心学生的学习能力 落差会扩大嘛 但其实在高中方面 这个担心是更高的哦 是大概有七成二左右的高中 是担心这件事情的 那除了学习能力落差 扩大以外 这件事情是需要注意的事 接着我们要来谈的是 刚才一直都有提到 学生抱怨的 学习历程档案 让他们非常痛苦 从细部数字来看哦 目前超过九成的高中 都觉得新课纲执行三年下来 有遇到困难或挑战 这个数字是比国中的 百分之八十三来的高的 其中呢 也有超过九成的高中认为 学习历程档案 让他们非常的痛苦 第一年调查的时候 八成的高中是对于 学习历程抱持的正面看法的哦 但为什么到最后 过了三年第一届结束以后 九成的高中是觉得 这已经变成 他们眼中的大魔王了呢 就是学习历程这个部分 他民调结果回收回来之后 我们自己内部也蛮震惊于 就是竟然有九十二点三%的高中 认为学习历程档案 他们曾经遭遇过困难 因为这个跟我们 第一周年做的民调结果 其实还有一个蛮大的落差 就是我们这次去采访之后 我们就发现 对学校来说 学习历程档案 它的压力是在于 不知道大学教授的标准 在这样的压力之下 他们其实会 各科老师 他们会想要出很多的报告 希望可以让 学生制作成学习历程档案 给学生非常大的压力 因为就等于是 你还要顾平常的断考 你还要去做学习历程档案 那对老师来说 这件事情的压力又在于 他的课程计划 也要随着有这个 新的期末或期中报告 或者是小论文 或者是拍影片等等的 就是各种多元的作业形式 他也要去发想 融入到他的课程里面 虽然说他在三年下来 变成学生或是 老师严重的大魔王 但是我们最近 有陆续再去采访 老师对于学习历程的看法 其实大家都有提到一个是 其实在第一年的时候 焦虑感是最深的 会逐渐慢慢的下降 那可能到第三年 又变成 大家又开始关心的重点 他们还是相信 焦虑会慢慢往下 那只是 现在的状况来说是 学生还是看不到 老师的焦虑是下降的 因为学生的压力 还是在上升 因为学生就是 每一批都不一样 但老师可能会想说 第一届 不知道该怎么办 但第二届也许会好一点 之后就会知道 该怎么做了 但对每一届的学生来说 都是天哪 不要不要不要 就是可能 对老师来说 学习地理很难 还是一个可以滚动 失修正的政策 但是对学生来说 我就是只有高中 他们就是第一次 也唯一一次这样 然后你就是把我 这三年搞得我很累 我可能一个学期 就要做七八件报告 这都是那个 我们的问卷结果回收的嘛 就是七八件报告 然后作业又非常多元 一个学期有七到八科 那你就是要做 七到八个作业 然后你还要准备 期中考期末考 高二下开始准备学测 就是我自己是觉得 现在学生压力 真的太大了啦 就是如果你只要拼的是 顶大的话 你就是要做这么多事啊 因为我自己也会 在采访或者在网络上 会看到很多人会觉得 啊学生就不要 做那么多就好啦 或者大学教授也会出来说 那就不要做那么多 赵连会也会说 就种植不重量嘛 但是对学生来说 就是我怎么可能 我怎么可能 相信我自己 我怎么知道 这三件就是能够 代表我自己 对而且高中生 应该还蛮难决定 自己志向的吧 对 你要怎么知道 你高一做的 就是你高三那个科系 有可能科系 你会一直变啊 然后你做 同科系还要有 不同的方向的 学习历程档案呈现吗 一定会 因为例如说 我今天要申请 电机系跟 可能物理系 然后都是一些 昆虫观察报告 就不行吗 那你就要 写法要不同 因为你最后还是要 因为你最后 要告诉教授说 为什么你这一份成果 跟你 你这个系 需要的特质 跟能力是有关系的 那我怎么不可能 同一份昆虫报告 如果我最后 要拿这个申请电机系 我就想办法 跟电机系 我要重写吗 你也没办法重写了 对 我觉得比较矛盾的 会是很多大学教授 会讲说 你的东西不用跟 你上传的东西 不用跟科系有关联 但是我们这次 大学教授真的 看完学习历程之后 给学生的建议 很多人都说 希望在学习历程 自书写上 你过去经验 跟科系的关联 就是其实 我自己觉得 有点小矛盾 就是你又 你又想安抚高中生 说你们可以 照你们的兴趣走 不一定要跟我 现在科系有关 但是最后 你们看到学习历程之后 又说 我还是建议你们 你们选的作业 至少还是要跟科系 有点关联 会加分 我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东西 要来投我们这个系所 到底是什么意思 他们也会觉得 学生上传的东西 可能报告内容 很相似的 他们有很多 前后矛盾的地方 是我觉得 会让学生 焦虑很难 平息的一个原因 对 对啊 我也有看到 新闻采访大学教授 是说 种植不重量嘛 那你就是 表达你自己的看法 那他们对于 那种分组报告啊 同知性太高的 或是一般课堂报告 他们其实是不想看的 可是对于学生来说 学生有办法 自己主动发想一个 我就是想要 写个小论文 然后展现 我独特的想法 现在的学生 有这个能力吗 学生心力真的也有限 比如说我跟浩云 就是在做同一个实验 那我们就是会产生 同样的 同一份报告啊 同样的课堂成果 那一份实验 实验是一个 比较客观的东西 那我可能只是 我自己在过程中的 一些发现跟发想 跟我最后的一些 新的感想跟反思 会跟浩云 有一点不同 可是你不可能 要求说学生 今天要做两个 完全不同的实验 明明就是同一个 分组报告 对明明就是同一堂课 然后同一个分组 同一份结果的报告 然后要做到 完全不一样 其实这对学生 我觉得也是有一点难啊 他不可能一个学期 要发想出这么多 跟同学完全不同的 报告的内容 当然我觉得 学习进程档案 他会造成现场 这么大的压力 当然是因为 他跟升学 完全绑在一起了 那其实他有一点 跟原本的初衷 不太一样 差在哪里啊 就是现实 跟本来的理想的差距 其实学习进程档案 本来希望是 让学生能够 在这三年的过程中 把自己曾经经历过的 点点滴滴的学习成果 有一个系统性的累积 因为我们以前 到高三的时候 要是我要申请学校的话 都要做备审资料嘛 那你有这些累积以后 你就不用从头开始 整份开始重写这样子 然后你也可以在 这三年的学习过程中 慢慢的观察到 自己的进步跟成长 这是他一个 原本很好的初衷跟理念啦 但是因为他现在 跟升学完全绑在一起 那所有学生跟老师 都会焦虑于 怎么样的学习历程档案 才是符合大学需要的 现在申请入学是 学测50% 学习历程档案50%吗 申请入学的话 就是学测是50% 学测最高只能50% 然后申请入学是 学习历程档案 跟各科系自定比试 是50%这样 比试跟面试 对 所以就是学习历程档案 在面试跟大学端的 是全部加起来 对对对 就面试比试 然后你学校校系自定的 一些真实方式 然后加上学习历程档案 这个占 对 至少要50%这样子 看起来就是我 高一咒要非常明确 我的志向 这样我才可以写出 最符合我想要那个 系所的各种报告吗 理想上是这 对升学可能会比较有利 但是教授可能也不希望 学生那么功利吧 就是我觉得教授 就是也很矛盾 对 然后这件事情 对学生来说也是难的 尤其是像这一届的高三生 他们其实是到高中 才开始进入108的 课纲的系统里面 他们国中跟国小 他们都是旧课纲的 大家都知道原本的 台湾的教育体制 其实没有什么 在鼓励学生探索 跟多元这件事情 他们要突然进入高中 要开始会 好像很会探索 然后会很会做很多事情 然后要好像很快就明确 定定自己的志向 我觉得这件事情 对所有的 16到18岁的学生来说 其实不是那么容易 我觉得我们自己都 经历过学生时代 我们很多时候 其实那个探索 是逐渐在发生的 也太迷惘了吧 对 那时候 对 而且必须坦白说 很多时候那时候 看你分数到哪里 我能够填哪些科系 我就填这些科系 所以他很难去 一开始就明定志向 说好 我就是决定要 主攻电机系 我就是不 其他科系 我都不考虑 不放在眼里 我觉得没有学生 敢做这么大的 决心跟尝试 现在的学生 还是以分数 到哪里为主吗 还是他们真的 可以比较展现 说也许我在 学科方面 没有那么强 但我可能在 其他表现上很强 毕竟现在学测的分数 也只占50% 他们现在更有表现空间吗 我刚刚讲的 那个学测50% 跟选习历程 还有自定格 比试面试50% 那个是在第二阶段 他们第一阶段 还是看学测成绩 对 但是我觉得 不看分数去选科系 这件事情 确实应该会 比以前来得好 应该会改善蛮多的 因为在整个的 课程改变上 其实学生 如果真的有去 上蛮多选修课 然后他也有去 做探索的话 他其实 虽然最后他还是看 学测成绩 决定他的大学 但是我觉得 同领域的 如果他不看大学 他只看同领域的主题 他想去学的话 其实 他是有机会的 因为你有可能 就是在高中三点里面 你有可能真的可以 想好你 大学想要念的课系 是什么 就是看到底是顶大 还是中间 还是私立的 对对对 其实就是打破 选校的迷思 他应该 对 就是以前我们 有些人会主张 选校不选系吗 但其实在108课纲的体制下 其实希望鼓励学生 就是找到自己的兴趣 然后以那个领域来做努力 但真的可以不选校吗 有办法吗 可能要问广大的家长们 我觉得 对因为我觉得 我那时候看学生新生 有一个学生讲到还蛮好的 就是他觉得很多 很多孩子的类 其实是来自于大人的观念 对就是他觉得 现在教育 台湾教育跟学生 需要的不是一个新的规矩 或新的课纲 这样子的新的制度 其实所有人 必须要全面有一个新的思想 对 跟就是有点像是思想革命 跟思维的转变吧 因为如果说在108课纲 这样子的体制下 但是如果我们还是一直 就是希望孩子 只上某一个学校 或是以选校为思维出发的话 那其实他就会跟 108课纲希望的探索 跟找到自己的兴趣 跟定向多元 适性养财 这样子的理念 是背道而驰的 因为妈妈还是觉得 考上台大跟隔壁邻居 讲比较风光 对就是他可能会希望 你去选台大的某一个 你根本没有兴趣的科系 只是希望你进台大 可是你真的要这样子选吗 就是我觉得这是 社会思维需要改变的地方 刚提到了学策嘛 那我们来谈谈考招制度啊 因为民调也发现 超过八成的高中 对于现在大考中心 闭门就决定的考招制度 感到很炸锅 他们就觉得 大考中心的决定 到底有没有思考到 第一线实际执行的状况 考招制度 现在对他们来说 是非常混乱的 包括今年学策 数学分成数A跟数B两科 以及下周要考的分科测验啊 今年是不考国文 英文跟数语的 那这两个考招制度 都让六成以上的高中 觉得遭遇到困难跟挑战 也有四成四的高中 是不信任考招的命题方式 可以回应素养教学 其实感觉 提到的国中跟高中 最终好像要面对的 就还是升学跟大考啊 难道最后的 这一关考试的制度 是决定108科 刚成败的关键吗 其实我觉得 因为很多老师跟很多受访者 也都很坦白的讲说 因为台湾教育 必须坦白讲 长期就是考试跟升学 在引导整个教学 所以考招制度 跟最后的一些升学的方式 跟升学的改革 它一定是整个课纲 能不能在课程里面 落实的成败关键 我觉得这个是很难以避免的 因为最终 如果考招没有办法 跟课纲的改变 完全接轨的话 那学校最后还是 终究还是会为了 要让学生能够 考到好的学校 他其实不一定能够 真的那么敢放手 去实践108科刚的精神 这是一个还蛮务实的问题 对 我可以举个例 就像这次学测数学 不是考很难吗 我们就去跟几个校长聊天 然后几乎就是一面倒的 就是麻烦 他们会觉得 接下来多元探索的课程 或者是多元学校的课程 会更难推动 因为 大家都会想要去学数学 没错 就是一定会变成是变相 鼓励大家要去把数学补好 因为数学就会成为 最后你能不能上好大学的 成败关键 确实考试领导教学是事实 可是你考照制度一定要稳定 不然学校在推动 整个108科刚上 一定会碰到最大的困境 就是外界看的是 整个108科刚的执行成果 所以只要有任何一个 就算你前面高中做得多好 你最后一个环节 你做不好 外界就会对108科刚有负面的影响 那这是让高中最挫败的地方 而且也是要考完才会知道 天哪 今年怎么会考成这个样子 对 所以今年其实是个满大的关键点 就是 就像浩云刚刚讲的 外界在看108科刚成果的时候 他不会只看到 你高中课程做的多少 然后高中开哪一些课程 然后学生有多元的发展的空间 因为最终还是 那学生到底能不能 考上想要的学校 对 经过108科刚之后 他能不能跟过去的考生一样 能够考得好 或者是 能够真的进入到 他们理想上的大学 对 那像数位这件事情 真的就是重挫高中线上的信心 因为你考题越来越难 你试题的难度不稳定 学生就只会想在学科上 越学越难 那他就不会有那个信心 跟想要去学多元选修课 因为他就觉得 我就要花很多时间 去准备你越来越难的考题了 那有办法有那么多心力 再去上这些多元选修 或者是这些多元课程 可是像 比如说分科测验 取消国文英文跟数语的考课 大考中心就觉得 我这样子减少考课 可以减轻学生的压力 但为什么反而这是 最多高中觉得的困难跟挑战 有68%的高中 是不满意分科测验 取消国文英文跟数语的 是个感觉有点矛盾 大考中心觉得 我这样可以减轻你的压力 那高中为什么又不买单呢 这个我想要特别来讲一下 分科测验取消国文英数语 其实可以拆开来看 他会取消国文跟英文 是因为招联会的说法 是从过去的大数据 有发现 在分科测验 其实就是过去的指考 就是在学测跟指考上 其实同一个考生 他的国文英文的成绩 差别幅度不大 那他觉得只要把国英 在分科测验那边拔掉 学生就会有更多的心理 去准备其他的专业科目 像是物理化学 社会等等的 地理公民等等的 那对学生来说 就是基本上 如果你现在把国英 在分科测验把国英拔掉 你看学测的国英的话 对学生来说 就是我学测国英考杂了之后 我就输在起跑点了 因为我就等于 我没有一个机会 可以在分科测验 重新的再考一次 补救一下 对就是基本上就等于是 很多人会批评 这是一世定终身这样 那这个部分我觉得 我觉得它是一个 确实可以在考量 在修正的地方 那再回到讲 分科测验取校树仪 树仪这个基本上就是 去采访一轮下来 其实一面倒都觉得 这个一定要补回来 因为你没有道理 你有树甲没有树仪 招联会确实也说了 就是他们114年的时候 会恢复树仪 那这个我想要特别讲的是 因为我之前有访问到 一个大学的教务长 然后他有参与 招联会的一些会议 然后他说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他们打算的是 把树甲跟树仪都删掉 就是数学 没有就是树甲树仪都不考 就是国英数都不考 对就是都不考 因为一开始他们的 分科测验 他们的初衷是希望 不要再让学生 有多花时间在组科上 他们希望可以在 专业科目上 多花时间去准备 所以他们一开始是希望 所有组科都删掉 那最后是有大学教授 在会议里面讲说 希望把树甲补回来 他们觉得理工科 是需要树甲 那我听到他这样讲 我就是大傻眼 我就觉得 所以树仪 考树仪的设计学生 就不需要验证吗 可能对于大学教授来说 他们那个科系 非常看重数学 所以他们一定要看树甲 但考树仪的可能 比如说有一些学生 可能本来数学就不怎么好 他就去考树仪 那反正他要考的科系 也不会看这样子吗 可是以前的树仪其实 它会是文组科系在会考 因为很多商管学院的 会采集树仪 因为商学院还是要看数学 他们会不会觉得 反正我树甲够高的话 树仪也OK这样 可是通常文组学院 不会去考树甲 对因为文组学院 只会去考树仪 然后以前的商学院 就是采集树仪的成绩 他不会采集树仪 对他因为现在把树仪扒掉 所以很多商学院觉得 可是我又不可能不看数学 他反而去采集树甲了 更难了是不是 对就变成说文组学院就崩溃 文组想说我想要考商学院 都没办法了 对变成说文组学生 就得去考树甲 因为他如果他的目标 是商学院的话 那商学院会看树甲的话 他就得去考 跟理科学生一起去考树甲 那就会有很多假文组生 跑过来跨科啦 对啊 其实本来就是本来理科生就很容易去跨树仪 对 但现在变成说文组生要去跟理科一起去拼树甲 好难喔 然后我可以讲一下那个时候 那个教授怎么跟我讲 就是那个参与会议的教授 他就说 啊树仪就看学习历程档案啊 然后我就满头问号 但学生如果没有传学习历程档案 关于数学的该怎么办 对就是 而且分科测验就是考试分发 没有学习历程档案可以看这件事情 对耶 对 完全突破盲场 所以从大学 大学端的这种讨论的矛盾 你就会知道说 为什么高中端不信任考招制度 因为大家会觉得 大学在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 根本没有考虑到高中的实际的状况 大学到底知不知道 现在高中在做什么 他们可能觉得 那有逐渐知道 逐渐在知道 因为其实也不能否认 有一些大学真的还蛮认真 在跟高中做交流的 想要理解高中的开课状况 跟教学的状况 对 所以也是真的有认真的大学在做 可是在规划考招制度的时候 大学端做的一些决策 就会让高中常常会觉得说 就是不符合高中实际的现况 例如像刚刚取消术语这个 那最后确实也证明了 还是证明说需要加回来 但取消术语要在114年才加回来 那明后年的就算了吗 让他们放水流吗 这件事情也是现在目前教育界 还有在抗议的地方 因为觉得既然教联会已经决定 要加回术语 为什么不能尽早实施 那当然教育部的说法是 考招制度的改变 通常要在三年前预告 可是这样感觉 明后年的学生就被放弃了吗 我也很想要考商学院 但我数学就不好 我可能数语可以 但数假很难耶 所以有很多老师就会骂说 为什么分科测语这次的那个 考试标准是0.1%跟1% 其实在今年三月才定案 那七月就要考了嘛 就是不到半年前才定案 那为什么去恢复数语 要三年前 就是有很多老师会觉得 教育部的一些决策 其实他都是自己决定 要几年前规定什么的 反正教育部觉得他自己方便的 他就有各种说法 那今年分科测验取消 国文英文跟数语 是大家早就知道的事情吗 其实是大家都知道 但这件事情就一直有在讨论 因为如果说理想上 你分科测验不看国文英文了 那你就是不是采集的时候 就是以专业科目为主的采集 可是因为其实大学 又放不掉国文英文这件事情 所以他还是会回头去采学测 那才会有刚刚浩云讲到的 一试定终身这样子的争议在 那感觉数语被废的时候 一开始就应该要大举抗议 让他们不要完成啊 不要让他们废 其实这个议题好像就吵很久了 因为其实分科测验取消国英数语 这个是很久以前就定案的事情 那只是因为今年真的要考了 然后这个话题都被大家关注起来 大家突然发现天哪 已经无法逃避了 但其实高中生啊 或是高中老师等等 他们其实都知道这件事 然后他们其实应该是不满很久了 只是因为现在大家 真的快到死到零头了 然后整个社会舆论就来了这样 文组学生会觉得自己考分科测验 没有力啦 因为就变成说他的数学方面 要去跟理科学生竞争 然后如果国英在学测 考杂的话 那我等于说我的 我要重考了吗 我只能依靠社会科 可是很少文组科系 完全不看国文英文 对 那这样如果分科测验 到最后我就只能看到 我落点在哪去 哪一个学校 那就跟一般 108科刚认为的 试财试所 还是有 就违背了嘛 反正我最后就是看 分科测验到哪 对 不过分科测验本来 它其实就是 一个考招分流 就是 个人申请的部分是 希望学生就是 借由三年的准备 然后加上学测 然后去做 试行洋财的选财 然后考试分发 就真的比较是 以考试成绩去走 但又很 不利社会组的学生 然后它的考试制度又还有很多要讨论的空间 不能否认 确实有一批学生 他可能就真的是考试比较强 那这样子的管道就是 保留给这样子的学生 他能够在考试上 发挥自己的优势 然后用考试成绩去入学 那也有 如果你一开始志向很明确就说 我就是要聘质 聘考试 那或许他可以学习历程就放松一点 也是也 他就放宽心一点 因为他就知道 他就是以分科测验为目标 可是因为分科测验的 就是考试招生的比例 在大学招生的比例 其实是一直在下降 越来越多的招生名额 都是往个人申请那一块去留 所以个人申请其实还是 高中生比较重视的升学管道 那总之我只要 今年的分科测验 没有考好的话 我前面学习历程档案 或是申请入学就已经 放弃了 也拜拜了 那所以我就今年就拜拜 我要准备明年了这样 对你申请入学没有上 然后分科测验又考得不尽理想 没有办法考上你的理想科系 那好像真的就剩重考一图 听起来我悲观 就只能补习了 我们还是要去补习班了 就是我觉得如果你把你的目标 定得非常的高啦 重考这条路是真的很有可能的 这次学测缺额很多嘛 然后都直接回到分科测验 其实就可以看出来 很多人对于学测自己的成果 是不满意的 对啊 所以才会缺额那么多 甚至连顶大很多科学都有缺额 这就可以看出来 很多学生他其实放不下 那个思维 名校思维 对 对所以他们会继续碰分科 那如果分科又考不好 那科上的词就是再一年啊 所以不止家长放不下 就学生来说 他可能也还是没有办法 只选系不选校啊 我觉得可能明星高中 可能比较容易 就同才氛围吧 其实学生也 也不能否认 有些学生确实也有这样子的执念 对 但这样的执念其实很多也是 从他整个从小到大的受教的过程中 根深蒂固累积起来的 为什么他会一直执着说 我人生就是要考上台大 可能是从小就会一直被外界灌输说 就考上台大才是人生的成功 我们家很多台大生 然后我们家台大 然后或者是 我们真的有听到人家分享 就学生分享说 从小妈妈经过北一女的时候 就指着北一女跟她说 这就是你未来的学校 从小洗脑这样 就是从小被社会跟这样灌输 就是考上 例如说北一女建中 然后大学考上台大 等于人生的成功 如果你的从小的观念 就是这样被累积的 我觉得也不能怪学生 有这样子的执念跟坚持 对 我们有提到嘛 除了民调以外 还有收了许多高中生的 新生的问卷 那一共累积了 大概好几百名学生 共十万字的感想 那身为第一届的白老鼠 学生主要的新生是什么呢 根据两位的采访经验 或这次的问卷 有没有你们印象比较深刻的 好 我先讲好的地方 好的地方大概就是 大部分学生 对于多元选秀课程 或是探究试作 大部分是都蛮喜欢的 就觉得真的是可以降低 学生的学习压力 那也可以真的去多元探索 那比较多负面声音的 真的就是学习历程档案 我们收到六百五十九位 学生的新生问卷 大概有六到七成 都是在讲学习历程档案 因为有百分之六十四的学生 觉得学习历程档案 就是是影响他们最大的 108课纲变革 那学习历程档案 又可以分为几个 他们比较常碰到的问题 第一个就是志向不明 然后第二个就是 学习压力太大 然后还有就是 教育部的平台 做得不够好 也不是教育部做的 之前不是还移师了吗 对 我做得那么辛苦 然后移师 我真的放火吧 所以我觉得108课 刚刚实施这三年 你说刚刚讲到没信心 其实还有中间过程中 有非常多这种 点点滴滴的事件 在挫败 教学现场的信心 然后还说 那不然你们就怎样 重做好了 这些学生也会觉得 那你现在在玩学生 跟玩老师吗 真的耶 就你帮我们包馆 还会移师 所以你只是包馆档案 然后系统还会移师 过程中 我觉得现在社会各界 对于英尼挖克刚 可能会有一些比较 反感的印象 跟负面印象 其实也是来自 这过程中的一些 点点滴滴的累积啦 我就选了几个 我觉得 看得出学生的愤怒的 或者是他的一些 情绪变换的一些语句 来给听众朋友听听看 好 这个学生他是 这个学生是一个明星高中的 然后他是高二学生 他在讲学习历程的部分 他就说 虽然一零八课纲的 课本内容减少 但以后还是得学 等于教育部 要我们同时做好考试 跟学习历程 两个比重一样的事情 难道觉得现在的小孩 都是时间管理大师吗 哇 好会引用时事 对他很会 然后他还有 还有很生动的形容哦 时间久了 我们平衡的支撑点 就像范例一样 啪击一声 被碾了个粉碎 我们不是涌动机 也不是干地好吗 教育部希望我们成为成功的人 而不是成功的神吧 每天啪哒啪哒的 不停打字 我都觉得我的人生 变成人生了 然后他的 第二个人生的神 是畜生的神 他真的很生气 这个学生的作文 应该蛮高分的 所以说我们从这次 学生问卷回收里面 我们发现 学生的论述能力 真的很强 非常好 然后这件事情 我也想补充一下 刚刚一直讲到 学历降低这件事情 那其实我们在采访 鼎大的一些学校教授的时候 他们对学历降低这件事情 学历是学习能力的学历 比较是学科上的表现 跟学生 就是一些专业知识的能力 对于学历降低这件事情 他们并不这样觉得 因为有一个教授 就跟我们讲到说 他觉得如果你把学历 等于考试成绩的话 如果新科刚把教学时数减少 可能就是真的是 所谓的学历降低 可是如果你把学历扩大到 像刚刚这种论述能力啊 表达能力啊 学生这种 扣咖啡的能力啊 可以用一辈子的能力 因为表达跟论述 他一会来 你在职场上都会需要嘛 就是他们从学习历程答案 跟这次面试的 看下来 对回馈下来 其实他们觉得 学生的论述能力 跟表达能力 是真的有比过去的学生提升的 可能因为这三年 他们必须在学习历程 答案中反复的练习 然后或者是多元选修课程里面 给了学生 除了听讲以外的 一些表达机会 他们在这方面的能力 确实有提升 那这个东西 你能说他们未来不受用吗 其实未来也是很受用的 所以如果你把学历 这个概念扩大来看 不只是考试成绩的话 其实他们不觉得 学历是降低的 大学端的观点 大学端的角度啦 高中端可能会很直觉的觉得 学生的学科能力 就是变弱了 双方的想法 还是有点弱差 就对学历的认知 你的定义是什么 这件事情会有点落差 可是我们从那些问卷 真的觉得学生的表达能力 非常的好 那还有什么精彩的留言吗 这个是他想给 教育部跟大考中心的劝告 他说 我理解108课纲的核心价值 是提升学生素养 我们也很认真努力 学习每一门学问 但这次学生的命题 造成那么大的争议 希望教育部和大考中心 能够不忘初衷 不是为了变而变 而是真的有目标在达成 我知道我要什么 我希望我设定的课纲 能够帮助完成我的梦想 而不是想要我完成这个又那个 到头来这些努力 却都是一场空 对 这是社区高中的学生 这讲 他才高二 就是他很知道 整个课纲的内容 他也知道素养 那他就是觉得 他就是看到他的学长姐 我推测 他看到他学长姐 在学测上 可能真的滑铁颅 那他就觉得 你考上考那么难 那你们教育部是不是 或大考中心 是不是应该要负点责任 就是我们做那么多努力 为什么你们之后 要有在大考的时候 打脸我们 他的意思其实简单来说就是这样 那他也把它讲得很具体 对 他是一个高二学生 高二的学生 对 然后我也补充一下 也有高中生 他也是跟教育部喊话 很多学生跟教育部喊话 像教育部 教育部赶快来看 像我们这个专题好不好 因为他就像 就是很多学生 他这段写的是 他个人十分喜爱 A08课纲 就是他在这三年中 他是一位高三生 他运用多元选修课 跟探究与实作课程 学习到很多 不同以往的课程 跟自我探索 然后他也知道 新课纲的动机 是正向 且符合国际趋势的 然而 我认为美中不足之处 是各校无法确实 落实108课纲的精神 据我所知 台中许多学校 并没有像他所在的高中 一样给予学生 自行规划的权利 许多看似多元选修的课程 实际上只是挂羊头卖狗肉 欺骗教育部而已 也在此 期望教育部能加强监督 落实108课纲的精神 所以 也不要说 学生都不懂108课纲 才会对108课纲 有负面的印象 其实学生都知道 超懂 现在学生很聪明的 他也知道说 动机是正向 然后是符合国际趋势的 可是有些 现场执行面的问题 那真的必须去 就是包括现场 教室思维也要翻转 因为学习进的档案很大的压力 也有很多学生讲到说 是因为老师不懂 老师就拼命的塞 老师是他们压力源头 然后很多老师 因为不了解 燕影八课纲 就逼迫他们做出 很多不合理数量的报告 然后一直推荐之类的 现在很尴尬的就是 学生就是里面的执行者 然后他们是 影响最深的人 可是他们有点被摆布的感觉 就是他们也没有办法决定 学校要开什么课 他们也不知道大考中心要怎么考试 他们就只能往前冲 然后发现 这么跟我想象中的不一样 对 对 这是一个很好的ending 我们要结束了吗 没有啦 对 确实是 因为他们学生只是接受 这些印八课纲新东西的人 但是真正执行的人 就是这个执行跟规划 能不能被落实 是取决于很多端 就是包括学校 教师 那教育部 然后还有整个社会 甚至还有大考中心 未来的大学 就是它牵涉到很多环节啦 它会共同决定说 这印八课纲 能不能够真的落实跟实施 延伸心思 刚刚讲的课程的部分 这个是 刚刚其实你讲的 那是中部的嘛 那我这个是南部的 然后他也碰到了一些问题 就是 他说 我觉得参加这些课 只是在课表上面 多加了一点课 实际上老师 根本就不知道怎么上 放影片给我们看 或者让我们自己滑手机 不然就是睡觉 如果要排这种的话 应该让我们进行 更有建设性的课程 比如大学参观 不要只弄了这些 看起来有帮助的课程 实际上根本就没有人 搞得清楚这个在做什么 应该把课程规划 和配套措施建设好 再执行 这个感觉就是 一开始提到的师资不足啊 那老师只能 看我能够干嘛 就好了 那放影片最轻松 然后又是跨领域的感觉 电影赏西嘛 对就是 所以这就是 思考到刚刚最开始讲到的 你的课程规划 到底有没有 你的目标 跟你到底想干嘛 但我们也不能否认说 现场有部分的教师 他可能是比较抗拒 这样子的新的 比较传统的老师 对比较传统的老师 他比较抗拒教改的 对那他可能 就会以比较消极的方式 去面对108课纲 这确实也是民调里面 遇到师资困境的学校里面 有三成有提到说 他们学校碰到一些 校级面对的教师 不愿意改革派 那这会导致说 已经人已经很不足了 然后你认真 认真有热情的老师 快累死 可是你不动的老师 还是永远不动 所以我觉得除了 就是这件事情 教师圈也需要面对 就除了去喊说 需要人力的问题以外 也必须要去证实自己 师资圈里面的体质的问题 有一些老师 那如何让不愿意动起来 老师动起来 那他可能需要 整个教育 师资制度的一些规划 例如说我们这一次 在做这两个专题的时候 也有借进了 像是新加坡 做的一些教师品鉴制 跟日韩做的一些教师轮调制 去活化整个教师 不要让教师在学校 成为一潭死水 这样子的一些制度配套 那当然原额是一定要补足的 但是就是他是 同时都需要去面对 跟处理的问题 新媒体这次做的专题 越来越丰富磅礴 然后结合前面两年 从2020年到 今年2022年 都有不同的内容补充 我们在节目的资讯里面 都会附上连结 大家可以点进去看 那我们也有持续搜集 学生对于108课纲的心声 这也会附在 节目资讯里面 那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尽量表达自己的看法 我们就可以反映实际的现场给教育部 你看一堆人都在呼吁教育部 那希望他们真的可以看到这样 真的 这个问卷会开放到什么时候 暂时没有要管 除非因为有新的政策 可能会改屏幕内容 但是基本上这个是不会关的 其实因为永远都有新的一届 应八课当学生会入学 9月又要有新的一批了 我们目前还会持续收集 那谢谢两位今天参加节目 谢谢大家 谢谢 拜拜 拜拜 更多精彩的报道 请搜寻vip.udn.com 联合报数位版 邀请您订阅支持